慈青的學員們在法師的帶領之下 回到花蓮慈濟禁絲金社尋根 還作訪菜園了解金社法師如何自力更生 我們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 要與這些萬物共生起 不能因為我們需要的 然後就去破壞到他們原本的生態 一連串的傳官活動 在金社的各個角落展開 學員們在每一關關注的帶動中 心中的壓力獲得釋放 因為平常念書然後壓力會打 然後每次來這裡就是能讓自己 心裡可以就是一種放鬆 然後重新再尋找自己 一趟尋根之旅 讓來自全台各地129位慈青 懂得英稅思源也清靜了身心 帶新文章宏達楊岸挺溫國家 華聯報導